从我们现在的水下考古资料掌握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目前我们国内水下发泄体量最大的木帆船 在横沙的水域就找到了一艘我们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一号的铁制的军舰 那么这个军舰的时代大概是民国时期的 我们在这个军舰的北边我们扩大了这个搜索范围 就找到了现在的长江口二号这个木质的木船 38.5米宽大概是7.8米左右 它保存还是非常的完整 包括它的等等都保留了下来 每个船舱里面船的这个文物还是以景德证的磁器为主 不光连船都别连动了 也就是为了保护船转 也就是说要何时刻分的都拿着水 因为上面要进水葡萄 古年春节前夕 一场古船船打了个等比例试验在长江脚进行 这场试验为沉船最终的整体打捞 做好了准备 如何确保安全 最放心的就是说我们做过等比例试验 而我们这一次用的是这种无限量 是属于这个世界上应该是第一次来用这个粮的形式 长江口二号股船的发现 填补了我们这一个历史时期 也是我们历史上一个新的技术上的突破 应该说中国水下考古 通过这个长江口二号的考古调查 也是证明了我们水下考古 迈入世界医疗水平